浩存妹妹真是一个无辜清纯惹人人的小公主 不仅人美心善还经常呼吁怪残疾人 刘浩存的自信可是与生俱来 被问到如何理解演员这两个字 浩存妹妹的反应也太真实了 毕竟妹妹刚出道没多久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在之后的采访刘浩存提前备好了稿子 哇真的太棒了 人家就是一普通女孩没啥背景 因为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普通的小孩 我觉得我在这之前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 然后也没有什么背景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我就比较努力的那种 喜欢一件事情就会努力的去做 不会想那么多就是 不仅如此他的心态也是超好 批评我为啥要批评我 我又没做错什么 刘浩存是人间理想 他们说我怎么看 我觉得他说的对啊